其實雲林本身是台灣的養額大縣 可是你知道嗎 主要是受到暖冬氣候影響 所以導致這種額不下旦 那育成率是比較低 而且大概是減量了三成左右 那麼也讓額價跟著往上攀 以產地毛額價來說 其實去年同期 一斤大概是60塊左右 可是今年一斤其實已經漲到了70塊錢 那我們要告訴你的事 水晶產業促進協會理事長 他就說了目前其實額少 所以價比較高 那麼預估要到明年清明節過後 產量才會開始回穩 打扮硬頸椰彈造型 就能免費領取而薄而游 領取出錢大牌長龍 有免費禮物可以拿 民眾直呼賺到 水晶產業促進協會 椰彈節前夕在雲林骨坑隧道 促銷國內額壓優質水晶產品 因為雲林是重要養額產地之一 不過理事長表示 受到暖冬氣候影響 種額產量下降也導致鵝肉價格貶貴了 之前因為天氣太熱 所以它不生 造成目前的鵝肉是缺貨的 我們的毛鵝原產地下 一斤是70塊 那鴨呢 鴨52塊 運產率低減產約三成 以產地毛鵝價來說 往年同期一斤60元 現在漲到一斤70元 漲幅約一成多 而市售鵝肉每公斤則由150元 漲到200元不等 因為你要浮化再浮一個月嘛 浮化一個月再養三個月啊 要四個月啊 所以我跟你講說 清明過後才量會慢慢的比較多 理事長表示目前額少價格高 預估要到明年清明節過後 產量才有望回穩 在方忠誠與您報導